郭董重炮轟擊民進黨 當初政府採購疫苗 沒把百姓生命擺第一 在蔡英文總統的安準之下 讓我們可以辛苦的進來 去年食藥署幫糕點業者統包申請 都因為被注射成包餡面食類 保證被大陸禁止輸入 現在一堆商家被卡關 業者的損失 恐怕難過年關 我們的政府雙手一攤 繼續做官 不得了不得了 最強外掛上線啦 郭董重炮轟擊民進黨 當初政府採購疫苗 沒把百姓生命擺第一 許多人病死也看不到BNT 我們那個時候 如果可以早進來兩個月 我覺得我們死亡的人數 可以大大的減少 郭董還透露 BNT歷經千辛萬苦 在英文文化 嗯? 的恩準之下 整整推遲了兩個月後 BNT才終於進來台灣 在蔡英文總統的恩準 恩準 之下 讓我們可以辛苦的進來 This is so much cancer 唉 其他國家選出來的是總統 我們選出來的是皇帝啊 你有打到國外疫苗一劑 你真的該謝天謝地 還不快跟我大喊一聲 殷皇萬歲萬萬歲 新竹市長當選人高鴻安 新竹市長當選人高鴻安 近日公布最新人事 而其中最矚目的就是在台灣高等檢察署 擔任檢察官 被安安請來當副市長的蔡立青 曾經辦過跨境電信詐騙犯罪 以及戰略性高科技貨品非法交易犯罪 光是辦這個犯罪名稱聽起來就很威 還獲得行政院長法務部長公開表揚 你品 你們細品 任命他 是不是要掀起新竹棒球場 這個12億大祕寶呢 哇 太誇張了 哇 不過你各位啊 大綠營也不是吃素的 還是繼續對高鴻安窮追不捨 有位老兄看不下去 幹大事啦 直接在北檢頂樓升起民進黨黨旗 雖然這位老兄的行為激進不值得鼓勵 但怎麼大家看到新聞都露出一抹神秘微笑 下個掛民進黨黨旗的地方 該不會在聯合國大廈吧 那就真的是讓世界看見台灣了 你吃的鳳梨酥 不是鳳梨酥 What 你認為的水餃 不是水餃 蛤 跟著黨重新學習 跟著黨細細品嘗 近日對岸進農產 進水產 簡直進上癮了 而其中讓人傻眼的 是原本出口的鳳梨酥等高等 競備和水餃 混沌 歸類在包卸面時 導致被大陸禁止輸入 怎麼會這麼後面呢 原來去年食藥署幫高點業者 統包申請 都因為被注射成包餡面時類 彷彿食藥署當著你的面說 我是說在座的鳳梨酥 都是水餃喔 好啦 現在一堆商家被卡關 業者的損失很怕難過年關 我們的政府雙手一攤 繼續做官 反正只要反覆備送 拒絕大陸打壓 支持台灣食品 讓我們一起大聲喊 抗中保財 抗中保財 抗中保 你在叫什麼